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Rob Reiner是谁呢 Rob Reiner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名人 他有名的原因是因为 他爸是个很有名的好莱坞明星 第二个就是 他曾经演过一个很有名的美剧 OK 叫做All in the Family的角色 叫做Meethead 一个我从来没看过的喜剧吧 然后 他是个大左派 根据报导 还有他的言论吧 他出来说了一个问题 OK 说 How can Christian vote for Trump OK 基督徒怎么可以投票给川普 他说 耶稣告诉过我们 我们想要怎样被对待 我们就要怎样待人 OK 奉神的名 怎么可能有人相信耶稣的教导 还会支持川普的 那 我猜他大概想要说 就是在路加福音 六章三十一节 这边说的就是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他说的东西是 我们已经听过了八年的东西 就是一堆没有读过圣经的人 在那边胡扯 甚至没有读过圣经的基督徒 在那边指责保守派 OK 台湾的基督徒 用这句话 OK 路加福音这句话 合理的同婚 合理的变性 耶稣说的这句话 是最常被拿来扭曲正义 扭曲真理 来合理邪恶 认同无知的一句话 耶稣说的这句话 是充满智慧的 但是被一堆没有任何智慧的人 重复说出来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刻薄 很严格 然后会说我乱骂人 说我说人笨愚蠢 我会这样子说 是因为我知道智慧是什么 智慧就是诗篇111章第10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人都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还有真言第9章第10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当我在说人笨 愚蠢 没有智慧的时候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 他没有敬畏耶和华 没有遵行神的命令 说基督徒不应该投票给川普那些人 很多 还有很多牧师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些人到底在说什么呢 Rob Reiner到底在说什么 这些说基督徒怎么可以投给川普 在问的其实就是 抱歉 我就是很爱过度解读这些东西 他们在问的东西是 基督徒怎么可以投给一个罪人吗 是在说川普的生活 他的私生活 他没有做到一个基督徒的期待的人生 期望拥有的人生 他没有分别为圣 他是个罪人 所以说不该投给川普吗 这其实是不合理的 基督教中心思想 其实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全部你看到所有的人 再完美的人 我们全部都是罪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出来 完美符合圣经的人生 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 靠着我们的行善而得到救赎 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的拯救 需要耶稣的救赎 我们需要一个救赎者 不只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救赎者 而是一个宇宙掌权 创造世界的神 要来救赎我们 所以如果他们在说的是 我们不能投给罪人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投票啊 基督徒就不能投票啦 OK 我们不能投票给任何人啦 因为这句话不可能make sense啊 还是这些人在说的是 基督徒不该投给投票给非基督徒 或许他们在说的是 川普其实没有真的这么相信耶稣 他可能只是假的 OK 他只是想要骗基督徒的选票 他可能真的不是基督徒 他只是 基督徒不应该投票给非基督徒才对 那这一点某层面上 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是基督徒吗 是有读圣经的基督徒吗 欧巴马曾经说过他自己是基督徒 Joe Biden说他自己是天主教徒 而且是一个虔诚的 a devoted Catholic 虔诚的天主教徒 如果今天2024是 他跟印度教的Vivik Ramaswamy 竞选总统 你觉得我会投给谁 谁才是真正在骗选票 宪法上面没有说要考一个信仰考试 才可以选公职啊 我的确希望就是每一个人在投票之前 在投票所的时候都要朗诵实戒 背得出来才可以进去投票 但这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我们要投基督徒 这个想法到底是在说什么 是只要那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就一定要投票给他吗 还是我们要以基督教的价值观去投票 如果说那个人是基督徒的话 那更好 各位可以想想看 Nikki Haley Chris Christie Vivik Ramaswamy 他们一起竞选的话 我一定会投Vivik Rob Reiner在那边说 只能投票给基督徒 我当然希望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总统是基督徒 而且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 他们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当然支持一个基督教的政府 基督教的领导 所以Rob Reiner这个无神论的大左派 还有那些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基督徒们 是在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吗 是在同意我的想法跟我的方向吗 当然不是 这些人只是都只是在利用一个左派常用的伎俩而已 来自人权运动家 OK 叫做Soul Alensky 他们试图逼迫着他们的政治的对手 用我们自己的规定跟点章而活 意思就是你常常听到会有人说 你不是基督徒吗 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想 你的神 圣经像是这样写的吗 他们会要求有信仰的人都活得像个圣人一样 但是自己因为没有这个信仰 所以就什么都不要跟随 什么都不需要 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神 我会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妈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有的时候我会不同意他的想法 他的观念 然后跟他吵架 他就会说 圣经不是说要孝顺父母吗 OK 父母说话 小孩不就是应该听吗 当然他没有读过圣经 不知道其实不是孝顺父母 是孝敬父母 他也不知道孝敬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这样的方法 是个很有效的方法 如果今天我是刚信主的 如果今天没有自己读过圣经 如果我也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话 那我就没有理由去跟我妈辩解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圣经上面并没有说不能投票给罪人 也没有说基督徒就不能当领导人 圣经里面重建圣殿的King Cyrus 居里士大帝 还有以斯铁的老公 亚哈水鲁 就是Xerxes OK 他们都是不相信耶和华神的领导 Xerxes是谁 Xerxes在历史上的形象 还是非常糟糕的 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斯巴达三百壮士 里面的那个波斯王 他全正叮叮当当的 就是以斯铁的老公 圣经里面的亚哈水鲁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样子的言论 这样子的讨论扭曲我们的价值观 最好的方法就是 真的知道圣经在写什么 圣经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们的圣经知识很差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懂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在信什么的话 我们很容易就被左派骗了 被政治人物骗 被假基督徒骗 被假先知骗 还会被假牧师骗 假教会 异端 邪教欺骗 今天这个Rob Reiner说的话 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但是却是一个 很重要应该要被讨论的东西 我们当基督徒 如果只当个表面的基督徒的话 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神的律法 不知道神的典章 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里面的神的话 神的道德跟价值观的话 我们就会被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而骗倒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 如果我们亲自去了解圣经的话 就可以帮助那个人 还有自己活出刚强自由的人生 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得到智慧 当我们听从耶和华教导 我们才可以算是聪明的 不然我们就是一群 没有智慧的笨蛋 容易被左右 没有任何组建的 一群无神论的神经病而已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